是有台北过来的车 台北过来的大巴 我现在是去野柳地质公园 野柳地质公园 是在金山万里区这一边 万里区 然后我刚才在赤上看到有这样的美景 所以的话就下车来拍 给跟大家分享 等一会我们会去野柳地质公园 金山甲竹台双玉 石头山公园 上面灵海就在我们这对面 对面这里 对面这里 这边 这边 在这边 大家有看到有两个隆起的好像蜡烛一样的东西吗 在外海 外海的地方 比较远的地方距离 看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电视真的很差 现在又在下着毛毛雨 所以看得不清楚 就是有两边柳子一样都在插在海上 看两边柳子的旁边那边就是石头山公园 所以大家来到金山这一带的话一定要到石头山公园上面去走走 因为它那边的话是最佳的光海的地点 看到它旁边有两个海上两个大柱车 冒起来两个大柱车看到吗 那里就是竹台双鱼 竹台双鱼 因为它那个形状非常像那个蜡烛啊 像蜡烛台 所以的话呢 就 变成了秘密了 它跟那个石头山公园 只有四百多公尺的距离 这个龙起步啊 这个是一个椒檐 是由于这个海石造成的 海石造成而变成炎柱 今天天色真的不太好啊 下雨 我们现在呢 是往这个野柳地质公园走了 继续开车 啊 只有剩下只有三公里不到的地方的时间就可以到了 三公里距离而已 没有啊 1.5公里而已才 1.5公里而已 1.5公里而已 好 我现在把安全带先带上 哎呀 看怎么样安排了自己安排 嗯 先倒车出去 这个我因为是弯进来了一个停车的地方 所以 现在要倒车出去 到处 倒完车才能够往前开 对 要等没车 现在 没车了 可以到了 来到台湾呢 因为大家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 在 特别是开车 所以的话 要小心 很多规则 交通规则 基本上是跟国际一样的啦 只是 有些地方你不熟悉 你就比较容易中招 在这边的话 罚款也是 挺凶的 挺厉害的 大家 啊 钱多的话呢 你就不怕罚 但是呢 没有人不怕发生意外的吧 是不是 所以还是 安全起见 小心驾驶 虽然我这样的话呢 都是边开车边拍的 所以的话 要 比较 小心 哇 这里 有好几家卖鱼具的 卖钓具的 大家 来到台湾这边的话呢 喜欢钓鱼的朋友呢 不用担心 只要有鱼杆的地方 就会有卖钓具的 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 有钓具行 一间 三间 有一间 一间 还有一个 两家 这边也是靠近鱼杆的 平常有鱼杆的地方 就会有卖钓具了 所以大家来到台湾 喜欢钓鱼的朋友 你们真幸运 你们会感觉到是 来到了最幸福的地方 我的钓具啊 我来了台湾之后啊 到目前为止 已经买了有三只鱼干了 三只鱼干 有两只都 报废了 然后呢 也不是完全报废了 总之呢 不好用了 因为前面那个有一节 甚至两节 是被我弄断 使用不但弄断了 因为 这个 太 以前是没有用过鱼干的 来了台湾之后才开始用鱼干 所以的话呢 这个技术啊 还有怎么样去保养的各方面 都是不是太懂啊 真的好浪费好浪费 好在有两只比较便宜 一只才700多 一只呢 1000左右 所以的话呢 还好还好 不会太心疼 那有一只的话呢 比较贵啊 5000多块钱 那个牌子叫岩霸的 哎呀 也是因为我使用不当而搞断了 所以断了两节啊 所以维修费可能要2000块钱啊 那只鱼干才5000多 如果再加到2000就变成7000多了 真的是 哎呀 所以的话呢 很多东西啊 不熟悉的东西都要学 学习 不学习的话呢 就会赚板 碰壁 嗯 嗯 我们呢 这条片呢 先到这里吧 到时候呢 我们到了那个 野柳地质公园 还有其他这一带好玩的地方 我们再拍 再介绍 这条短片就到这里为止 海潮评价钓具 在这里 海潮评价钓具 这里过去的话呢 就是野柳鱼港啊 野柳鱼港 还有野柳地质公园 北尾我们再见